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下面准备开机 这些炒的湿度还行 做清除的话刚刚好 可以可以 开机之前再次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 这里有三根火线是380伏 一根火线一根零线220伏 220伏带的是这个气泵 气泵是为包膜机提供动力用的 这三根火线到保护器 经过保护器再到机器里面 机器里面的电源开关现在已经打开了 接线应该没错 可以开机了 柴油机已启动 发电机也已正常工作 现在的电压不到400伏 空气压缩机正在响 工作正常 这边包膜机也正在工作 机器切换到手动模式 以便及时停机 现在很危险 要时刻注意 不行的话就赶紧停机 感觉这台柴油机越来越吃力 再看一下这边 再看一下这边 现在电压是350伏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了 那边不转了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增大油门 不行不行 电压太高了 不行 先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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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电压调好以后再通电 这次调到420伏 再开机试一下 我最后也要有一点 放电压调好以后再开机 温度 放电压调好以后再开机 放电压调好以后再开机 发电机带清除包摩机实现可移动打草成功了 虽然发电机是买的旧的 但是还是比较给力 带包摩机没有问题 但这也只是初次尝试 现在还停留在能用阶段 好不好用仍需摸索 比如发电机长时间工作是否可靠 柴油机油耗成本和商品店价格相比 会相差多少 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仔细的核算 好了